回顾12年前李文和富商老公乐玉民在婚礼上的甜蜜瞬间,令人唏嘘不已。 7月5日,李文因自杀抢救无效去世,李文因和老公的感情问题患上抑郁症,最终因抑郁症选择了轻生。 李文和老公乐玉民在2011年举行世纪婚礼,婚礼花费高达1.5亿元。 婚礼现场,李文被母亲牵着手走进会场,婚礼邀请了全球当红歌手火星哥为演唱嘉宾。 婚礼派对上更是邀请了Alicia Teeth和Neo现场。 当时报道称这三位的出场费就高达1.12亿元,除了有大牌嘉宾现场以外,婚礼现场更是众星云集。 现场共邀请了300位国际政商界以及好莱坞的名人明星。 喜酒婚宴结束后,李文又在邵氏影城举行了结婚派对,彻夜狂欢庆祝。 然而婚后的李文并不幸福,乐玉民被曝多次出轨,李文已经多次给他机会。 没想到他却不知悔改,伤透了李文的心,回看夫妻两人在婚礼现场的甜蜜瞬间。 如今已物是人非,令人唏嘘不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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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